接下來是類似的題目 不一樣的地方是第一個 它不是用文字給你條件 它是用圖形 那有人會用表格 一樣就把條件給你 第二個呢 它給了兩樣東西 所以你可能 我要求液體的時候 可能需要用到水 我可能需要用到水 用水的資料來幫助我求 它告訴我用穩定的熱源加熱 有100公克的液體跟水 它的加熱者曲線像這樣 請問你液體的比熱多少 那我們曉得同樣的熱源加熱 它會在相同的時間 吸收一樣的熱量 也就是圖上面的8分鐘 水的吸熱跟液體的吸熱是怎樣 一樣的 好 多少咧 多少咧 好來 公式還是H等於2MσΔT 但是你要先知道 我們同樣的熱源加熱一樣的時間 我的吸的熱量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8分鐘 水的吸熱跟液體的吸熱是一樣的 但因為我水的比熱有倍 2T也給我 質量也給我 所以我就能夠知道水會吸熱多少 就等於液體的吸熱多少 我就會有那個H了 所以公式長這樣 所以我左邊是用水去帶 水的質量是100 比熱是1 溫度變化 8分鐘從0變成10度 ΔT10-0就10 所以左手邊是算水的吸熱 就等於我們液體的吸熱 那個H 好 等於M 質量是100 比熱不知道S ΔT從0變成16 所以ΔT16度 然後就可以算數學 所以大概就是A 就是A 就是液體7 我們用圖形給各位數字 然後給了兩個線 所以你要用液體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用到水 用水來幫你算 幫你來算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來 練習杯 一樣 有一個水 有個某液體 一樣有個加熱曲線 然後呢 問我們問題 問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都是20克 水的比熱是1 請問你液體比熱多少 這個跟剛才的做法是一樣的 還有喔 注意 圖形上 給這種圖形 要找數字 要找所謂的格子點 什麼叫格子點 就這個叫格子點 對下來是一條線 對下來是一條線 確定它是多少 這種點可以用 這個點不能用 這個點不能用 你不要說老實看起來好像是一半 你看沒有 你不能說看起來不能 你要找一個確定是對多少的 4對到30 這種點可以用 其他點不能用 所以如果你需要數字的時候 你要找這種格子點來用 OK 好 比熱多少 跟剛才的做法基本上是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她多少呢 她有多大呢 可愛小女生 有可愛小女生嗎 有 Number 4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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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4號 沒來 4號沒有來 換一個 12 12號 拱小姐 我還沒算 還沒算完 還沒算完 再給你一分鐘算完 快點 天黑了 世界末日了 跟剛才計算式完全一樣嘛 只是數字不一樣嘛 一樣 你看看那個水的 同樣的時間 水的吸熱跟液體的吸熱是一樣的 就有H嘛 然後就有 再來就有M嘛 然後再來就S嘛 再來就Delta T嘛 那Delta T要從圖形上看嘛 跟你講說你要找隔止點啊 你要找隔止點 就是確確實能夠知道多少的點 明白 蛤 B 你選B 請坐下 你的答案選的是B兒 好來 隔止點 8分鐘是隔止點 通通對好了 8分鐘 液體對到 水對到30 液體對到40 OK 8分鐘可以用 那4分鐘也可以用 看你高興啦 所以呢 加熱 加熱時間相同 吸收熱量相同 所以公式叫做H等於MSDelta T 所以我就 用8分鐘的速度帶進去 好 8分鐘 水到 從20到30 液體從20到30 水到40 水帶進去 左手邊的是 上方的 上面的 20乘1乘30-20 是水的吸熱 對不起 對水的吸熱 MSDelta T 下方的 20乘S乘4-20 是液體的吸熱 MSDelta T OK 然後就是數學 選 然後就算完 答案就是0.5 答案就是0.5 OK 選A 好 這是第一個跟剛才完全一樣的 問的東西 第二個 請問你8分鐘吸了多少 第一個用剛才算出來是不是算 第二你不要管 你可以不要去算 你就算第一小題不會 你也可以算第二小題 因為8分鐘的吸熱 液體的吸熱跟水的吸熱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算算不出來液體的比熱 你去算水在8分鐘吸了多少 一樣可以知道它是有多大 所以不會算第一題 第二題也可以算出來 好 應該是瓦吹 其實剛才已經算出來過了 其實剛才的計算過程已經算出來過了 31 31 我看你就不必了 你剛剛在分泌狀態中 隨便猜個A 你猜對也蠻好的 請坐下 剛才講過 8分鐘水的吸熱跟液體的吸熱一樣 所以你可以不用算液體吸熱 你不算不出第一小題 不知道液體比熱 也可以算第二小題 又算水的吸熱 所以帶進去 用水的質量乘水的比熱乘水的溫度變化 答案叫200 就是A 我算的是水吸熱 可是因為相同的熱源加熱 所以在相同的時間會吸收一樣的熱量 所以水的吸熱就是液體的吸熱 所以答案是A200 很簡單 就是運用我們的H等於MSΔT 只是給數字的方法 跟前面做的練習不太一樣而已 我們是用圖形給 也可能是用表格給 都可以 OK